要亡,在在处处,若说若读,若诵若书,若经卷所住处,皆应其七宝塔,极令高广严实,不须富安舍利。 所以者和,此中已由如来全身,此塔应以一切花香、樱落、增盖、床帆、祭月、歌颂,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。 若有人得见此塔,礼拜供养,帮之士等,接近阿朗多罗三秒三不提。 这个地方是一些处所,就是在在处处,就是说,比方说你送花花经,你可能在某一个房间,或者佛堂等等,凡是你送花花经的地方,或者是为了演说,或者读,或者送,或者书写, 那么这个地方就值得起七宝之塔,而且要怎么样,极令高广严实,高大庄严。 这表示怎么样,表示这个地方,不要说人殊胜,法殊胜,甚至于你受词花花经的处所都很殊胜,值得我们尊重。 因为,因为怎么说呢?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安这个舍利子了。 你送花花经,你那个地方当下就记住了全身舍利,全身舍利。 所以,你就是需要用一个塔去装圆这个地方,应该以种种的香花、阴落、增盖、床帆,做深夜的供养, 或者是继夜歌颂的口夜的赞叹,乃至于一夜的供养、供敬、尊重、赞叹等等。 所以,你经常,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固定的地方,点上香,来送花花经, 你这个地方就值得一切隆天护法来礼拜供养。 为什么? 当之四等,接近的阿弥陀罗三秒上布地。 因为你已经从佛心而七向一,从凡夫的心七向一,成佛的心。 欧益大师解释这一段,说法身舍利,这个地方就是说, 我们一般的舍利子,是佛陀的应身舍利。 佛陀硬化身,藏六的笔桌下,往生以后,拿去烧,烧完以后产生很多的碎骨。 那么,一般来说,佛陀在整个八项承道当中,有四个地方是应该取塔的,表示尊重的。 第一个,佛陀出生的地方,佛陀承道的地方,佛陀转法轮的地方,跟佛陀入涅盘的地方。 这四个地方。 那么,为什么你送法华金这个地方也值得我们去取塔呢? 因为,这个地方就是你法身出生的地方。 这个地方就是你得到的地方,成就佛道的地方。 这个地方就是你转法轮的地方,这个地方也就是你成就未来搭破裂盘的地方。 虽然你现在没有成就,但是你以后成就以后, 你有一天成佛以后对望过去,你当初就是在这个佛堂,每天的受持独授。 所以,相对未来的说,它就是你的最初的因地。 就是你,你法身成就的因地,你得到的因地,你转法轮的因地, 乃至于你成就大破裂盘的因地。 所以,这个处所,它就是佛陀的法身设立。 值得共进占他,这个耶处探。 好,我们看新式的耶阴探,这个成佛的正义。 看经文。 那么,在佛门当中,有些在家出家的菩萨,行菩萨道。 可能受了菩萨戒,行菩萨道。 那么,这个人如果一生当中,都没有办法见闻读寿书写寿寿寿寿法华镜,乃至于供养法华镜。 那么,这个人不管他修什么法门,未能善行菩萨道。 没办法善巧圆满菩萨道。 他这个菩萨道有空缺,有欠缺。 那么,如果这个人在一生当中,除了广修六度,念佛,持戒以外, 又能够受死法华镜,这个人的菩萨道是圆满的。 这个,偶尼大师讲,什么叫有空缺,什么叫圆满。 就是说,当然,阴地,佛法讲阴地就是你的内心,心就是阴地。 就是,如果你没有学法华镜,你的阴地的心叫浊度,笨浊的浊度。 就是以方便为阴。 什么叫方便阴? 就是你的阴是从阴言所生法建立起来的。 有些人,你看一辈子他就是做义工,他什么事都不做,他专修布施法,也没关系。 他亲身先把布施这个功课做好,广修布施。 男生就叫做大富贵。 但是你没有把布施法会归到你的清清清菩提宴,你这个人不能散修菩萨道,来自于慈悸等等。 因为你今天没有会归到心性啊,你的心啊,变成一直在追求。 而你追求的是一个不安稳的东西,因为追求果报。 因为你一个人不能够安住到巧度,第二个就是巧度。 就是你没有安住一念心性的原因之前啊,你的心啊,叫做弟子心不安。 你看,你看修布施的人,初学者还好,到老参的时候,做义工人开始思维。 就开始打量了,说我这个布施要怎么样修产生过程,就有大布施,大功德。 我这个持戒要怎么持戒,我来生的功德能够得到最大化。 所以,我们一个人不回归心性啊,从因缘来看事情啊,你的德施心就很重。 德施心重以后就怎么样,弟子心不安。 弟子,你一个人但心不安啊,你的修行就起起伏伏了。 有时候就很沮丧,你觉得你的布施修得不好。 有时候你就很高慢,你觉得布施法修得特别错,特别不错。 所以,一个人没有学华华经啊,他的修学变成一种不安稳的状态。 不安稳的状态。 你看叉工书讲一句话,叉工书说啊,修行是点点滴滴的功夫。 也讲出这句话,这个人内心是安住啊。 就是,学华华经的人啊,他做修行功课啊, 就是,他时间到了就是,一天拜天白拜就拜天白拜,他就固定。 因为,他齐心安如海嘛,他已经跟诸佛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嘛。 所以他开始怎么样,内观啊,他才会讲出修行是点点滴滴的功夫啊。 我们在办教育,生教育的时候,最怕的就是,有学生跟我讲说, 诶,主任,我三年之内要市政烈佛伤妹。 这种人就危险啊,因为他有所得尽太强了。 修行是不能去追求果报的,大家都知道,这是所有修行人的一个共识, 就是你只能,只问你印第啊。 那你在音言里面打转久了以后啊,你一开始可能比较老实,重视布施的音,反正我做该做的事情。 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啊,你会从追求因地开始执着果报了。 那就是你起颠倒的开始了。 你开始去注意到你未来的果报。 就是你士气正烈的时候。 因为你有所得心太重,就会变成英光大师说的极火攻心。 那你就让你的冤亲在主有机可乘。 有机可乘。 所以,为什么佛陀就很清楚跟你讲说, 你没有修法花经,你的法门修得再多, 为善行菩萨道。 因为你没有安住在一种佛陀成佛的正因。 你安住在一种佛陀思设的方便因, 就是因缘的身边下。 你只有安住在不身边的一面心性, 才是善行菩萨道。 这个因地是很重要的。